Hello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爱丽聊天室 我是Elly 和你聊聊银法族 健康健保乐生活 爱丽聊天室 聊聊银法族的健康乐生活 那今天想跟大家讨论一些关于 我们男性长辈的健康问题 很多人不如中年的男性朋友 都会有个问题 就是感觉上 上厕所的时候 总是上半天 觉得尿不干净 或是尿不出来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 多半就是因为 射护腺肥大 那今天就来跟大家探讨一下 常见的男性的健康问题 射护腺肥大 如果您喜欢我的吃皮 别忘了帮我点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那其实射护腺 属于男性生殖系统的一部分 包围着尿道 负责制造精液里含蛋白质的液体 是决定男性生育力 不可或缺的器官 正常形状和大小跟胡桃一样 那良性的射护腺肥大是男性的专属常见疾病 因为射护腺也可以叫做前列腺 所以也可以叫做前列腺增生 前列腺肥大 前列腺肿大 良性前列腺增生等说法 那射护腺肥大在医学上的定义为 组织学上的细胞增生腺体的肿大造成 射不干净 射不出来 皮尿排尿慢 尿流细小 有余尿感 那或是膀胱发炎 验尿次数增多等 射护腺肥大 晚期症状 有膀胱发炎 血尿 尿滞流 因为尿滞流造成的肾功能障碍 甚至引发尿毒症等 男性也可以自我检查 观察是否有射护腺肥大的症状 那我们现在屏幕上显示的就是 国际社护腺症状评量表 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评估 那评估结果分为三个区间 那如果症状轻微 那仅需要追踪检查 跟药物治疗 就能够解除大多数人的症状 那如果是中等的程度 六成以上病患需要药物治疗 甚至有些人需要手术治疗 那如果是严重的症状 药物治疗不佳 或是有其他适应症 那么就需要开刀才能解决咯 那一般来说 低于40岁的男性 鲜少有色护腺肥大的症状 那接近60岁的男性 有的大约三分之一的人 有中度的严重色护腺肥大的症状 而80岁左右的男性 大约50%以上 有中度到严重色护腺肥大的症状 那为什么会有色护腺肥大呢 以下是常见的五种原因 第一 家族病史 血缘关系静的亲戚 患有色护腺肥大 自己罹患色护腺肥大的风险就会提高 那二是种族背景 白人黑人的男性患有色护腺肥大的风险较高 黑人男性可能比白人男性在更年期时 就会出现色护腺肥大的症状 第三 是不良的生活方式或者习惯 抽烟啊 喝酒啊 及肥胖 那第四 是有其他内科疾病 比如肝硬化或者高血压 那么应该如何保养色护腺呢 第一招就是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虽然有些色护腺的问题 是因为年纪增加而提高风险 但平常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还是有助于降低这些问题 出现的几率和严重的程度 像是减少压力啦 有些男性在压力大的时候 会不自觉的紧绷骨盆附近的肌肉 长久下来就可能造成慢性色护腺炎 压力可能影响色护腺肥大 甚至让你原本拼尿 急尿的问题更严重 所以大家不要憋尿 避免久坐增加运动 并保持排扁顺畅 以防便秘 白天也可以多喝开水 可预防 泌尿道感染 还有就是避免抽烟及过度饮酒 烟酒会造成色护腺冲血浮肿 恶化症状 如果有发烧 尿尿疼痛 或者尿不出来的情形 就应该尽速请医师检查了 那第二招就是饮食的方式 拥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之外 饮食也可能会影响色护腺的健康状况 多吃蔬菜 少吃红肉 尽量采低脂肪的饮食 因为过多的脂肪会刺激荷尔蒙 过量的分泌 增加色护腺发生病变的几率 平时少喝含糖的饮料 那多喝绿茶和洛生花茶 对色护腺都有益 因为两者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 研究显示 绿茶可以有效地预防色护腺癌 才形成抑制色护腺肿肿大的现象 那色护腺保养第三招呢 就是运动辅助 你没看错 运动除了可以强生 也可以增进色护腺的健康 想预防色护腺的出现问题 你可以搭配不同的运动方式 一星期三次有氧运动 那或是一星期三次的无氧运动 那如举腿啦 仰卧起坐啦 和伸展运动等 那有效地减轻色护腺炎的症状 与疼痛 那不过有氧运动训练的效果会更好 那希望各位男性朋友 可以好好爱护自己的色护腺 防患与未然 那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2个月 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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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防